早安,歡迎收看十二月九號星期一早上節目 現在九點二十二分 大家留意隔夜方面美股做好 市場上仍是憧憬當中 中美貿易協議究竟何時可以達成 因為美國不同的姓氏 包括特朗普或商務部 他們都在說 確實是接近達成協議 似乎沒有在上星期二、三個情況 說到要押後怎樣怎樣 我不怕遲那種言論 就大相敬庭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體市況方面偏穩一點 甚至乎好像今天 你都見到 恆生指數高開少少 不是多,高開15點 26500點 我們轉頭檢視一下 究竟恆生指數 那個所謂上星軌的底部 上星期曾經一度穿過 兩、三天 究竟是否又可以修復呢 這裡要大家去 轉頭檢視一下 在檢視的廣股之前 都要看一看 究竟美股方面如何 除了中美方面 那個憧憬之外 這些大家可能覺得 一時是憧憬 一時是失望 是不是真的堅持得穩 我又要看美國方面 一些經濟的數據 因為如果美國經濟的數據 是做得好的時候 我相信會有個 對於美國經濟的信心 甚至乎接下來的股市 那樣東西 都是會好的 這件事我覺得 都是要關注的 當然 看到美國的非農業 新增職位方面 新增的情況 就大幅好過市場的預期 這裡其實大家都幫到忙 我只可以說 當大家都認為 中美貿易是可能會拖垮 各地的 即兩地方面的一些 叫做就協市場 甚至乎 只是會不會說 這些東西不做在中國的時候 做在美國 會不會真的有這樣的幫助 就儘管在一些數字上 是否能幫到 11月 飛龍新增職位 是26萬6千個 遠多於10月份的15萬6千個 市場也預計是18萬個 現在出來的 是26萬6千個 即是說明顯是增加大幅的好過預期 還要失業率 竟然有得降 曾經一度是3.6 市場預期都是維持3.6 結果出來竟然是下降 0.1到百分點去到3.5 這裡似乎大家都要關注 就是利好美股 說了這麼久 究竟美股的表現是怎樣的 道指又再重新攀勻 就是2萬8千點的水平 升了337點 2萬8015點 S&P500指數升28點 3145點 納斯達克指數升85點 8656點 好了 再看一看 我們經常說 升跌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有陰陽 最重要是讓足 不如我們又看看 以道指為例 究竟升337點是甚麼足 嘩 跳空 高開 高走 差不多 低落開出 低喊秀和 成交不頑 就算沒有放量成交也好 跟上個交易日拍齊了 下面灰色 滾滾 好 接著我們看看 S&P500指數 嘩 高開高走 低落開出 一直直線上隊 跟道指幅圖一樣 是嗎 好了 嘩 還要陰功 陰功在呢 RSI50反彈 通常不跌穿50 即是證明是小整固 就不是跌浪 是嗎 原來這次不是跌浪 來的 是小整固 來的 好了 納紙 哎呀 納紙那枝陽竹 就沒有那麼長 身的 不過 我都可以conclude它 他就說 叫做高開高走 地露開出 接近地害羞 不過呢 有件事 他好過人家兩兄弟 好過道指和物標指 就是呢 咦 原來呢 他這麼浪的調整都沒有碰到RSI50 更加之淺 表皮 表皮擦一擦 血都沒有滴 那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繼續看好事 不要做淡 不要做淡 好了 這句其實是告訴Jason 你又錯過了平淡的機會 一跌你又不懂得走 又信以為是跌浪開始 中銘錢根本沒有走 大家自己留意 好了 跟著我們看看 講故 事不宜遲 恆生指數高開15點 這麼大把 26513點 剛才說過 跟大家檢視一下 究竟所謂 上升軌 在哪裏 這樣呢 看看 這個恆生指數 這個 我不清楚 試一下 這裏 將它的 啊 它的死人東西 只可以說closing 這麼可憐 唉 是否這麼可憐 是啊 是啊 嗯 可以啊 不知道從哪裏連出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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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厲害 就是這樣 看你連 也是啦 影線還是捉身 我通常是捉身的 如有連得衰 不要怪我 因為蹲屎 是沒有這麼靈敏 OK 原來呢 一個上升的通道呢 就是 失了兩天 第三天 就得飯 今天都開 看看可不可以高走啦 那 哇 原來呢 如果 後期量度 這些位呢 就是兩萬六千四 應該就有得找的了 那就是說 現在兩萬六千五呢 重拾上升軌 的 希望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市會稍為好一些 當然啦 好不好一些呢 都重要 即是快好 還是慢好呢 還是繼續偶鬥呢 就要看中美的情況 我就教過大家 中美的觀測 的indicator 就是人仔 人仔離岸 報了才去廣告 人仔離岸 7.0298 即是7.03都升穿了 屬於一個好價 好了 開市了 剛才高開15點 暫時升幅可以擴大 希望快點過百 可以有多些渣辣 今天升幅榜 或者城鑊榜上面 最標稱是17位 金絲稅 升成8.5個百分點 我們可以去廣告 廣告之後 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 厲害的事 金絲稅 1548 表現就飆青了 我們繼續去找尋一下 究竟有沒有什麼消息 但是呢 確實找不到 老實說 你說升 很多人在這裏議論紛紛 再去看通告 補通告 甚至有沒有一些揣測 似乎又沒有什麼特別大的一些揣測 是不是會 是關於 你知道 他跟美國 Johnson & Johnson 強生底下 有間公司 叫做 楊森 究竟會不會 跟楊森方面 又是 合作 你知道他們合作 他是按 Milestone 逐步逐步的 禮程碑 來到去批 所有合作 研發的費用 究竟會不會 是他收到第二筆錢呢 這樣 這些我不知 儘管這樣想一下 但是 確實 今天 我想他應該都會放量上升 因為 神這麼早已經上了磅 看看他的走勢 金絲稅 升到7.5% 稍微高開 收窄了些 不過 我想不要這麼快 挑剔他先 這麼大的升幅 原來還是楊竹 開的時候 就是開21元 現在是21.15元 好了 你看到 20元的位置 之前6月份有撞頂的 7月尾有撞頂的 11月初有撞頂的 會 20元 奇幻的位置 突然間升穿 有什麼企圖 這樣 再看遠一點 這些就是剛才20元的訂 再看遠一點 難道要看到 18年4月的時候 最高24元 看看這支 最高24.4毫半 再看遠一點 17年 17年更厲害 我想大家都記憶 甚至是放貨 有些 原來最高34元 那不要看得那麼遠 嘗試看看這些階段性的頂位 例如 我看看我自己的圖 這幅圖 因為長期只展示到半年 我想應該是看這個 就是18年 19年4月的時候 23.8元 現在今天有機會 可以向上 短期之內有機會試 現在20.9毫半 我看23.8元 當然 因為現在 有個不確定性 不值得追的地方 就是說 當然不是說 這麼快決定 不值得追 因為剛剛才開了五分鐘 但是意思就是說 如果 如果不支持的話 首先 原因不明 不知道現在是什麼原因 通告沒有 各樣其他都沒有 有時候 如果你出了一個通告 知道它升什麼 那你都還可以去衡量 哦 原來是這樣 那可能我覺得已經升夠了 哦 原來是這樣 那可能我覺得 其實現在抵 還可以再升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沒有原因 那沒有原因 因為我很難 批評 很難批評 究竟我好不好去追 那當然 沒有基本因素去配合 一樣可以去買賣的 就是我經常說的 那不如 想一下 一些技術因素 技術因素 如果有突破的話 就追 說知道它有沒有基本因素 到時自然就有通告 補下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看之前幾個大位 20.1 譬如 20.1 即是說 企穩20.1 就看23.8 企穩20.1 看23.8 所以大家就自己留意 輕輕都update 現在20.1沒有 現在就是20.8 即是說突破了 不過有一個要警惕少少的 就是說 看定少少先 看半袖先 因為呢 它現在倒開 衝高 少少回回 在技術上面 請知鼻雷浸 那 變了有少少 就 忍一下手 忍一下手 先看定些 那市的升幅 又再低一點 見到有些股份 稍為都是輕輕窄一點 不過我想就不影響大趨勢 好了 那看完 就 我輕輕大一大 這個股份 不是怎樣推介 不過呢 輕輕大一大 有個股份 就悶了很久 就一直上市到現在 一直守著那些招股價 但是呢 今天似乎它有少少的動靜仔 看回呢 就是2103 你看 它的股在冷門 太冷門那些東西呢 就是你按了 它都沒有 沒有東西出的 可以冷成這樣 好了 那就看看 2103 其實就是新力股份 新力 是新股來的 你既然不給牌盤 我看 給圖我看就行吧 我希望它給 它都算好人 好了 那你看到呢 咦 是啊 原來呢 它在招股上市到現在為止呢 一直在這些呢 3.98附近的上市價 正正是3.98 開是3.98 後來3.98 足多少日呢 2 4 6 8 10 12 14 15日是一個milestone來的 以新股來說 15日叫做 穩假期結束 喜歡買託 怎樣那些東西完成了 過後就 根據股份的本性行走 就不是保戰人託 通常這樣橫行呢 要等足15日呢 只有兩個結果出 即是射12馬入和不入 一是向上 一是向下 那應該就不會繼續永久橫行的 那所以我現在要提給大家聽的 就是 完成了15日之後 它準時向上 第16日它上升 售4元 咦 第17日 有升幅 4.05 雖然說出來的升幅 一點都不誇張 只不過是1.2的百分點 但是呢 證明一隻股份呢 引足15日爆邊 是不是 所以呢 這裡大家自己叫做 八卦一下 我並非推介 這隻股份呢 都是一個叫做 物業公司 內訪 內訪 自己去brainstorm一下 究竟是甚麼來的 啊 股份呢 輕輕便便回落一點 現在呢 甚至有股份要跌 咦 要捉了 金絲瑞收窄 這樣收窄呢 就等一就先 不要心急 至於你說 喂 不是呀 我不是心急追啊 我心急吃啊 你知道的東西 好呀 不爆升 一爆升 我是不是應該趁機呢 我想又不是 因為市一向都稍微氣氛 好轉一點點 還有 它這樣都開 喘測下 究竟有沒有什麼原因 反正 都還在升九號八字 這樣 保持一下 保持一下 好了 至於另外一隻 要點評 就不是美團點評 是負力地產 哇 剛才你說 金絲瑞呢 它更厲害 升百分之九 2777 負力地產 升百分之九 你說什麼原因呢 這樣 是不是一些 又是一些 11月銷售數據那些東西 那不是 原來 美銀美林 就發了一份報告 就說 負力發新的H股 取得意外性的進展 不過時間未明的 那究竟是什麼來的 原來 中證監在12月4號 更新了負力申請發行 新H股的審批 所以 就為呢 即是今年 1月 Feedback之後 又有一個新進展 1月到現在 10個月才Feedback一次 這樣都值得開心 這個世界 由於 增發申請將於 12月下旬到期 那麼 預料監管Data 就會允許 負力在12月下旬 到期前 完成增發 1月 來到 有助於緩解 負力的 流動性壓力 那即是簡單說 本身 他就很有流動性壓力 流動性壓力呢 即是什麼 什麼叫流動性 就是流來流去 不是啊 流動性好像是錢 Liquidity 究竟一個人 周不周轉 老實說 我覺得 就這樣看下去 只不過是 有個人 本身正在吃負 那他現在可能 吃少半個 這樣而已 但是 可能市場 就覺得是好消息 老實說 有些都不用吃負 內房股呢 那你又覺得 是不是那些應該好些呢 即我是這樣覺得 解決了流動性 增發H股 首先解決流動性 即是證明你本身 為何流動性有問題呢 我覺得 很深究 第二 就是說 你發H股 發H股 是不是一個 攤薄股東 即是brainstorm一下 即是大家都 只有一個股字 好了 那我們 然後就去看 股價圖方面 咦 看回 嘩 這幅圖為何會這麼 忌諱呢 今天 是不是整個AA stock 壞了 我要它報價 它不報價 我按它報價 空白一片 按它圖 它給不知什麼圖 算了 總之 我還是靠自己 2777 負力 就叫做高走 8個百分點 如果大家留意它的圖表 它最近在大概 13.8有個阻力 我想 買不是問題 不過 似乎 就 不一定強勢 它暫時 只離不開 那個區間 OK 終於給我一幅正常的表 這個位置 13.8 有個阻力 不過 似乎它好像繞來繞去都是這些價 應該不會穿低 中性 你問我 我平時 我只是中性 反正我覺得連它的通告都不是什麼好 好了 快快回答 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二八百 從後面數上來 二八百 Eric說很廢 因為 上星期有消息 追了之後 又坐了 其實 如果你這樣去評論一隻股 那隻股有性 人有人性 股有股性 他知道你這樣說它廢 它不會升給你 雖然我都很慘 如果你因為你 他聽到你說它肺而不升 給點耐性 大佬 比起七個八個位置 上了三毫子 跟手 進一步向上 你等中美貿易的交易 好了 六一八六 六一八六 它說 七個八有貨 可不可以回家鄉 當然可以了 看破頂的 你看它的圖 站穩七個半 向上突破 不需要擔心 六零九八 七個八 換六零四九 這麼新穎 這些股份 六零九八 首先就可以了 我說過物館 你看著五十天線 一失你真是沒有話可說 換六零四九 沒有的 我說你的新股 新股上了才說 二十七 銀餘 銀餘得個悶字 講一下走勢 就得個悶字 不要穿這些最近的低位 譬如是多少 是50 很慢 跳也插不成 五十九那些位置不要穿 反正我覺得整個板塊不會強 給上來 不只是它的問題 整個板塊的問題 優泰科技有貨什麼位置吃 其實因為始終手機股份都是偏強一些 好像上個禮拜突破 今個禮拜開出也好 暫時雖然只是陰竹 但我想照保持 譬如什麼位置吃 如果你盡量想拿緊的話 你在這支突破的竹那裡失手就吃 11-98 失手就吃 如果想盡量捉緊的話 始終都不要吃得太貼介 因為它還在爆 18-33 平安好醫生看多少 58個半有沒有機度 當然有機度 一定是先看六十六十四個半破頂 我真的完全沒有懷疑過 然後你說今天跌 不要搞這些 不要跟我講這些 市上的交易又不斷升 又有憧憬 那今天暫時市回一回 股股回一回 不是問題 不是問題 好 接著 最後 因為過了中 Jason說做錯事 星期五只虧了S 好的 OK 搞定 我都不需要問 不需要理你的問題 因為你終於肯自虧 其實你多一次一晚 應該有一組 好 搞定 恆生指數跌幅擴大了 叫做五十九點跌幅 26,438點 我想大概就在上升軌的位置 好了 金絲稅升回多少少 升五點二個百分點 中國生物製藥較低 跟著負力升少了 有些石藥都低 今天似乎藥股是藥細股 轉頭中午的時候 和大家更新 現時就是這麼多 十一點四十五分年 拜拜 一 видели 有些正名的 哪些 七餐 人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